第2的七体 骑乘自行车或机车时要戴安全帽 万一发生意外可以保护头部 主要原因是因为安全帽内的保力龙材质 可以在头部高速撞击物体或地面时减少撞击力 其中关于减少撞击力所应用的原理之叙述 下列何者正确 那么我们晓得我们的公式叫做F等于MA 那么所以呢加速度如果变大 那么我们的受力就会变大 那我们所说的撞击就会增加 所以答案绝对不会是增加我们的加速度值 答案不会是A也不会是C 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加速度是ΔTΔV 那么我们从运动然后变成停下来 我们的ΔV是一样的 所以呢如果我们的时间会变大 我们的加速度就会变小 因为加速度比较小所以受力就会变小 所以才能达到保护的作用 所以我们应该是要增加延长我们从开始撞击到停止的时间 所以第27题问我们说 其中有关减少撞击力所应用的原理之叙述 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呢选的是B 延长头部至撞击开始到停止的时间 以减少加速度值 我们下列的时间